所以昨天談的是沒有結果嗎 參辦哪有那麼快有結果的 陳自然打電話給金普聰被掛電話的 是不是因為藍白盒就沒有機會了 這小事啊 其實溝通都一直有啦 特別是幕僚幾乎每天都在打電話 所以要怎麼講 我都覺得這樣啦 其實雙方各有想法 就是總統這個陳妍先把它擱起在一邊 然後是先以立委的合作為主 這也是一個辦法啦 通常這樣啦 有困難的先hold住 可以解決的先解決 這也是一種策略 所以這樣子是不是有可能 反而是跟這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這邊來做溝通為主 也是有可能啊 所以就是侯友宜那邊先放著 也是個辦法